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先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我们聊2024美国众大选聊了很多话题 但是有一个话题我们很久没聊 就是大家好像忘了 川普在选举当中身上还背着一堆官司 这些官司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选举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身上也有官司 这个人就是拜登的宝贝儿子亨特拜登 那么这个官司进展又如何呢 他又会如何影响选举呢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 美国11月举行总统大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呢 还有一些案件有待审理 主审川普颠覆2020年大选的 这个刑事诉讼地区法官楚侃表示说 本案与今年的大选无关 听起来多么的正义 我才不管大不大选 反正我现在就要对川普进行起诉 检察官拿出起诉书 我就要对川普做出裁决 楚侃法官表示说 选举的过程和选举的时间 与本案无关 本院不关心大选的时程 美国总统大选 你作为一个地区法官 你敢说你不关心 很明显这是说瞎话 楚侃的判断的角度在哪里呢 我想他一直在想 这个官司的审理 对川普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这个官司的审理 能够让川普的选情受到致命打击 楚侃一定会尽力而为 因为民主党挑选的法官 当然不会帮助川普 美国的政客杂志报道说 美国诉川普案就指的是川普在2020年被民主党人指控 他破坏选举结果 因为总统豁免权的问题呢 将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呢 搁置了九个月 出赶拒绝考虑设定新的审判日期 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 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他的一些行政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有豁免权 有关川普如何干预2020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就是呼吁要对选举当中的一些舞弊现象进行调查 川普也呼吁支持者要支持他这个想法 川普从来没有呼吁支持者冲进国会 那是民主党人对川普的污蔑 但是问题是检察官一直想把 1月6号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跟川普的什么计划煽动指挥 亲自策划亲自指挥能够联系起来 我很客观的告诉一些 总是认为川普有罪的朋友 目前我没有看到包括检察官 包括美国国会的民主党的议员 在他们的调查过程当中 有证据证明川普策划了指挥了 直接导致了1月6号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川普在1月6号他的演讲当中 他告诉大家要提出抗议 要对这个大选舞弊的事情 进行关注和调查 他从来没有说大家冲进国会 阻止美国国会在这个众议院 认证这个选举人票结果 他有叫彭斯拒绝承认这个结果 他没有叫他的支持者群众 冲进国会来阻止这个结果 如果川普叫彭斯阻止这个结果 这是总统行政范围之内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选举有舞弊 所以我让我的副总统 也就是参议院的主席 阻止这个选举人票结果认证 所以说有关这个川普 被民主党指控了这一切 到底有没有犯罪 到底是不是总统获美权之内的事情 令到这个所谓的美国诉川普案 拖了9个月 法官楚侃觉得已经急不可耐了 所以他拒绝设立新的审判日期 主感倾向于让检察官有机会 在未来几周拿出对川普不利的证据 这也是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一直想做的事情 这个时间如果在未来几周之内 拿出对川普不利的证据 也就是说在法庭上正式展开 对川普这个案件的诉讼和审理 这个时间表呢 跟美国有一些州提前投票 和总统选举的最关键 最后几周呢 是在同一个时间 那他一定会影响美国总统大选 选民对川普的看法 川普的律师牢罗强烈反对 他说这表示 如果是按这个法官 这个审理的日程的话 这表示法官允许检察官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敏感的时刻 就指在总统大选投票时刻 向公众加载破坏性的信息 楚侃对牢罗这个言论呢 感到非常的愤怒 楚侃为什么感到愤怒 很简单 因为川普的律师戳穿了楚侃 最想达到的目的 所以呢 楚侃觉得非常的愤怒 他想让这个诉讼案件的赶快进行 楚侃能够如愿吗 我想接下来 楚侃一定会宣布 在总统大选投票之前 他没有办法让检察官开庭审理川普 为什么呢 民主党对川普的司法诉讼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过 他所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民主党人非常清楚 有没有通过对川普的司法追杀 让美国的选民觉得 川普是一个坏人 在大选当中 绝大多数的人 不把票投给川普呢 最起码这个效果不明显 何以见得呢 在纽约时报的民调当中 川普今年受欢迎的程度 从民调的结果来看 比2020年 比2016年 要更加受欢迎 这说明什么 说明原来支持川普的人 依然支持川普 原来不支持川普的人 可能现在变成了支持川普的人 这才有川普在 今年更加受欢迎这个民调结果 换句话来说就是 民主党忙了这么几年 对川普的各种调查 各种司法追杀没有达到目的 如果说楚侃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继续追杀川普的话 我还是那个判断 他只会为川普吹票 民主党内有没有一些明白人 知道这个效果呢 当然有 所以说民主党背后 会给楚侃施加压力 不许开庭 你开庭的话 是在帮川普选举 所以在这里我做出一个判断 楚侃不会在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之前 允许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展开对川普的诉讼 现在他们所造成这种 包括楚侃的表态 包括史密斯的表态 他们想造成一种氛围 川普一定是坏人 只不过我来不及诉讼 来不及来审理他 但是他就是个坏人 不然的话 你看法官检察官 为什么急于要对他开庭呢 因为检察官和法官都知道 他就是个坏人 民主党只能靠营造这种气氛 试图来影响中间选民 或者还没有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 在大选当中的投票结果 在大选当中 他们到底要不要把票投给川普 民主党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影响川普 如果说民主党真想对川普进行 这个司法追杀 又把川普送进监狱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大家还记得川普的所谓严口废案吗 不是已经裁定川普有罪了吗 这个裁定川普有罪不是检察官布拉格决定的 也不是法官墨钦决定的 是由陪审团决定的 这完全符合美国司法的制度 我们且不去讨论布拉格 不去讨论墨钦 也不去讨论陪审团 反正他们已经造成了川普有罪这个既定事实 如果他们想把川普关进监狱的话 非常好办 墨钦在9月18号就可以宣判 川普多少年有期徒刑 但是墨钦说什么呢 我们看纽约法官墨钦将川普的封口废案 刑事案的判决日期 延至大选后的11月26号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吧 那么墨钦现在明确告诉你 对川普这个案件最后量刑裁定 是在11月26号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墨钦在11月26号之后 很可能会裁定川普不需要关押 因为川普很可能在那个时候 已经是美国总统当选人 墨钦还能判他进监狱吗 我相信墨钦有十个胆 他也不敢这么做 所以墨钦现在要观察看看 11月3号投票结果之后 他才决定如何去判川普 那么如果墨钦只能这样做的话 我们刚说的楚侃敢在这个时候 开庭审理川普吗 墨钦在他的裁决书中是怎么写的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墨钦在他的裁决书中是怎么写的呢 墨钦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不是本庭轻率做出的决定 但在本庭看来 这是最能够促进事法利益的决定 墨钦他这样做法 他到底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现在有不同的分析 有人说墨钦是因为要再观察一下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他就可以说回去 如果他现在判了川普的话 川普到时候当选为总统的话 墨钦恐怕日子不好过 其实我觉得这样分析也不无道理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民主党人对川普的司法追杀 最终的结果是在帮川普助选 墨钦包括他背后的民主党人非常清楚 所以说墨钦把对川普的这个量刑裁决 推迟到大选之后 所有的民主党人包括检察官布拉格 没有任何意义 说好好好就这么定 这就是民主党 他们现在对待川普所谓司法诉讼 司法追杀这方面 他们陷于两难地步 不进行下去 你正好证明了自己是司法迫害 进行下去等于替川普助选 只好把这个裁决的日期也好 开庭审理的通通推到了11月大选投票之后 川普的律师本来就要求9月18号这个判决的要推迟 以便他们能够对涉及总统豁免权的裁决提出上诉 所以这个严口废的案件跟之前所说的影响改变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一些企图 这些所作所为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在总统的行政豁免权之内 川普的律师呢还要跟这些法官要进行一番较量 所以说本身川普的律师要求推迟这个有关量刑的这个宣判 而法官墨钦呢也就顺水推舟 不要忘记了川普是在5月份就被大陪审团裁定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 罪名通通成立 那么5月份被裁定有罪的话通常三个月之内就会做出裁决 到今天为什么墨钦还没有做出裁决 就是因为他这种做法给川普带来正面的影响 对此呢川普的团队发言人史蒂芬章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这个案件根本就不应该宣判 川普的封口废案和其他的法律问题呢通通都应该被驳回 我想如果是川普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 我相信这些案件通通都会烟消云散 包括在乔治亚州对川普干预选举的相关的诉讼 也会烟消云散 所以说在大选投票之前对川普的这种司法追杀 我个人认为所有的实际的进展都不会有了 但是呢另外一起案件刑事案件呢出现了实际的进展 这就是拜登的宝贝儿子亨特拜登 对他被指控的九项罪名认罪了 亨特拜登这个认罪啊 他将会面临17年可能17年的有期徒刑和45万美元的罚款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下个结论 我个人认为亨特拜登不要说17年的有期徒刑 7年都不会 他的这个刑期啊我想最高就是两年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亨特拜登涉嫌从2016年到2019年 累计逃漏联邦税至少140万 而遭到特别警察官卫士的起诉 今年6月亨特拜登非法持枪三项重罪在德拉瓦州遭定罪 那么所以呢现在亨特拜登面临着很多的罪名 当然没有川普多 川普光是一个严口废案就已经是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成立了 亨特拜登啊本来是否认所有的罪名 但是呢他现在突然改口认罪了 据说在法庭上法官连续问了9次 因为他被裁决9项罪名嘛 问他成不成有罪 他9次说认罪 亨特拜登为什么认罪呢 亨特拜登的律师罗埃尔表示说 亨特拜登希望为了私人利益放弃审判 以避免朋友和家人出庭作证 因为之前对他的一些审理呢 到目前的审理啊都是有关什么逃路税啊 非法使用枪支啊吸毒啊或者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所以呢都需要他的一些什么前女友啊 还有一些等等他的家人呢出来作证 这里面涉及到他的大嫂就是他哥哥的太太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据说也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很特殊的关系 那么所以他大嫂出庭作证呢 令他大嫂觉得非常的难堪 因为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或者是律师在这个盘问过程当中呢 会让他跟亨特拜登过去的不堪入目的一些生活呢 可能会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所以呢亨特拜登的律师说 亨特很伟大为了私人利益 为了避免家人和朋友出庭作证的痛苦 所以呢他放弃了他这个不认罪的这个态度 这个说法要比现在台湾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要高尚一点 柯文哲被羁押之后呢 柯文哲律师说柯文哲不抗告了 为什么不抗告呢 柯文哲说我是受到了民进党的迫害 但是呢我不想为难法官 不想让法官觉得有压力 所以呢我不抗告了 当一个人有罪而找这种理由来替自己解释的话呢 我只能说虚伪 柯文哲很简单 他有没有犯罪 现在我们不能有定论 因为整个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柯文哲是不是把原先向公众承诺的 要把竞选资金作为党的用途 作为公益的用途 最终这些资金放到自己的口袋当中 务可公司是不是给了400多万柯文哲的私人账户 柯文哲说 务可公司给钱给我 我不知道 这种辩解啊 太过苍白无力 太过没有可信度了 但是柯文哲居然说 我不愿意为难法官 而作为不抗告的理由 我对这一点 我不敢说柯文哲一定有罪 但是对这一点 我只能说柯文哲虚伪 亨特拜登也虚伪 但是他说的 我是为了我的家人 为了我的朋友 我避免他们在作证当中的难堪 所以我认罪了 多少还有点可信的理由 罗尔尔说 亨特拜登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做了一件勇敢而充满爱的事 而亨特拜登怎么说呢 亨特拜登跟他律师啊 都认为这场审判呢 是作秀的审判 就是他无罪 但是他无罪为了家人 他宁愿承担了这个 莫须有的罪名 亨特拜登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这个检察官 卫师呢 关注的不是正义 而是我在毒瘾期间的行为 丧失人性 有毒瘾 导致你丧失人性 做出了违法的事情 法律应不应该追究 如果因为你有毒瘾 因为你吸毒 因为你神志不清犯了罪 可以不被追究的话 那美国社会就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社会呢 你吸完毒之后 可以到处去实施各种犯罪 包括杀人犯火 结论是因为我有毒瘾 所以我丧失人性 所以你们不应该洗漱我 亨特拜登告诉我呢 就是这个道理 他说为了不让家人 蒙受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隐私被侵犯和不必要的尴尬 所以呢 他认罪 法官斯卡西说 亨特拜登承认了所有九项控罪 还没有包括那个之前在德拉瓦州 那四项控罪啊 将面临最高17年的有期徒刑 和45万美元的罚款 预计12月16号宣判 同样也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之后 再宣判 亨特拜登这是为什么认罪呢 是不是真是为了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朋友 比较难堪呢 我个人认为亨特拜登认下了这些罪行 他恐怕很难免牢狱之灾 但是他最大的作用是 让大家对亨特拜登那几台电脑里边的内容 渐渐的淡忘了 不要忘记了 那个电脑里边的内容 我们最关心的不是他腐朽的生活 不是他不堪入部的照片 我个人最关心的是 你跟你的父亲到底有没有一些贪腐利益的连结 那才是美国人民最想知道的事情 而亨特拜登这次认罪 我相信通过这个认罪 很多美国人心里也会说 算了吧 一个可怜的人 有了一个可怜的下场 他那个电脑事情 大家就忘记了吧 有时候啊 我们很无奈 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这就是社会的现实 如果亨特拜登被关进监狱之后 我相信你做一个民意调查 我们还要不要追究亨特拜登电脑里边 有关他和他父亲贪腐的仇闻 我相信有很多美国选民告诉你说 算了吧 他父亲已经老了 他已经被关进监狱里边去了 所以呢 有关亨特拜登的这些刑事犯罪呢 大家就忘记他吧 所以亨特拜登这次认罪 我想最大的作用就是这个 把真正大家关心的事情 慢慢的把它抹去了 慢慢淡忘了 如果川普在2024总统大选当中获胜的话 我想更多的共和党人也会这样说 算了吧 这就是亨特拜登认罪的最大的一个目的 而川普呢 川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也讲到了 要把某些人关进监狱里边 就是在大选当中作弊的人 那么是不是川普上任之后 将会追杀2020年大选作弊的人呢 我认为不是 川普释放这个内容 并不是说川普是个记恨这些人的过去的行为 一定要追杀他 川普其实这番话 我想有一个最大的目的 警告在今年大选当中 你们不要作弊 你们如果今年作弊的话 我如果当选为总统 你们将会受到严惩 我为什么要说这话 第一 今年依然有可能作弊 第二 过去在大选当中作弊的人 通通都受到惩罚 包括我说的 2016年德州所查出的 非法移民参与了总统大选的投票 这么多人最终被关到监狱里边的 短暂的关到监狱里边的 也只有六个人而已 所以说川普放这番话的意思呢 并不是要恐吓谁 而是希望这些人在今年的大选当中 尽量不要参与非法的行为 不然的话可能后果很严重 如此而已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